各位贵宾、师长、同学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丽临本校会孙奖座 今天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台湾最年轻 且有着创新思维的唐凤政务委员丽临本校进行演讲 本次的演讲主题是 数位创新与社会创新带给年轻人的因应与挑战 这是十分难得且珍贵的机会 相信大家今天都可以收获满满 并且将今日的学习应用在往后的挑战上 讲座开始前 先为各位介绍丽临今日讲座的贵宾 请介绍到的贵宾向大家挥挥手 也请各位给予热烈的掌声 首先介绍今天魅力十足的主讲贵宾 唐凤政务委员 以及本校的大家长薛富胜学校长 还有理学院黄家健黄副院长 也感谢各位师长在百忙之中博龙参加 与会的有应数系沈中冷沈主任 物理系郭华成郭主任 科学教育中心蔡洪旭蔡主任 为了感谢政委不持辛劳来到中兴大学进行演讲 本校特别准备一面象征最高荣誉的会孙琉璃讲座要致政给政委 我们有请校长及政委上台颁发讲座 谢谢校长 校长请回座 接着有请政委为本次的演讲海报签名 本次的演讲也邀请到台中一中及台中女中的校长 请两位校长跟大家挥挥手 谢谢政委 政委请回座 请摄影师到台前为大家进行大合照 谢谢摄影师 接着我们有请薛校长来揭开今天讲座的序幕 并且为我们的讲者引言 我们今天会生讲座的主讲人 唐凤 唐正伟我们理学院的黄家健黄副院长 台中一中的林校长台中女中的黄校长 本校的各位师长各位同学以及各位线上的好朋友 大家早 我相信大家跟我一样都非常期待 赶快请唐正伟来跟各位报告 有关数位创新与社会创新带来给年轻人的因应跟挑战 那事实上昨天我们才刚刚过完教师节 假如我们的学生都跟唐正伟一样 我看大概就是没有教师这个职业了 所以在座线上的各位老师 我们要随时以时俱进 时代一直在变化 那也因应数位科技的一个来临 事实上我们在教学方面一定要谨记 随时跟得上年轻人的思维 那这两年来我想疫情的一个发生 也造成我们在生活在各方面都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我想唐正伟在这两年 透过数位创新跟社会创新 让台湾整个在COVID-19的一个防疫方面表现真的是No.1 那现在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来欢迎唐正伟 为我们针对今天数位创新跟社会创新 带给年轻人的因应跟挑战来发表演讲 来请各位热烈的掌声 谢谢 我要拿这个 好 OK 好 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 跟大家来就数位社会创新来对谈 那在开始之前我想要先说 就是我们今天也会用一个数位社会创新的一个做法 叫做slido 那社会创新的意思就是众人知识众人助之 那在我们今天演讲众人知识 就是我们到底要讨论什么事情 众人助之就是大家直接要拿起手机 就是提问题 因为我没有任何简报 我要讲的所有内容都是大家所决定的 大家如果不提问题我们就提早下课 不过从来没有提早下课过 那反正呢就是完全看大家的想法 那扫这个QR Code也好 或者是输入slido.com 然后输入929也好 都可以进入一个匿名的聊天室 你可以取一个自己的名字 好比像说这位Y同学 那他就是提了关于区块链跟metaverse的一个问题 那或者是说你看到别人提的问题 你觉得很想听到答案你就按赞 因为这好像俄罗斯方块一样 就我在回答第一个的时候 大家就可以在想 那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哪一个你要帮他按赞 下一块砖块是什么 这样 那如果刚好没有带手机 或者连不上网线网路的话 那也可以举手 举手的话 我看到这边有数位麦克风 数位就是好几位的意思 所以可以有好多人一起拿着麦克风讲话 那所以随时就是如果觉得说 上面的问题 你不太习惯用文字的方法表示 或者手机没有法使用的话 那也随时欢迎用问的方式 那这个讲座中间应该不休息嘛 所以就是我们接下来 大概一小时三十几分钟的时间 就完全是由大家的按赞 跟po问题来决定这样 这样大家应该OK吧 应该不困难 好 那我们就是不是就开始了 好 那有八位朋友们想要问说 好 区块的技术所产生的一系列 包含数字货币 以及元宇宙的这些概念 会对人类生活带来哪些影响 那些影响是不是会主导人类的生活方式 如果这是人类的未来的话 那么目前身为高中生的 我们应该要做什么事情 严格来讲这是三个问题 不过没有关系 我们就一个一个来回答 我自己觉得就是metaverse 它就是在呈现一个叫做 共同在场的这个状态 相信我们知道因为防疫的关系 所以大家现在都要算2.25 什么平方公尺什么之类的都面积 那但是呢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很多的空位 如果是我们现在有metaverse的设备的话 那其实我只要戴上这个眼镜 那眼镜如果它就有metaverse的能力的话 那就是我一面还是看到到各位 但是所有这些空位 都立刻就冒出在直播远端的同学来 就等于大家都好像还是 共同在场的这种感觉 这个就是有点像是 就是怎么讲阴阳眼嘛 就是说可以同时看到 在这边的人跟不在这边的人 然后可以彼此互动 那再推广一步讲 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不是在室内 那看直播的朋友也不是在室内 但是透过5G 比昂5G等等的这些技术 那也可以做到说 就算你是在山上在海边在任何地方 那都可以把你的周围的那种感受 带到任何其他地方的人来 所以就不是只是平面的 好像现在在看直播的朋友 看到一个二维的荧幕这样子 而是说大家就可以身利其境的 一起去某个地方的那种感觉 那这个是元宇宙的概念 不过metaverse的概念 其实严格来讲 跟区块链或分散式账本 是没有太大的关系的 它主要在讲的只是 我们的显示技术 或者是声音收音等等的技术 能不能够趋近于 就是如果大家有看matrix的话 趋近于就是在matrix里面 就是脖子后面接的那条线的频宽 就是大概10Gbps 那只要越靠近那个频宽 那我们的大脑就越能分辨说 我们到底是在这个地方是真的 还是是虚拟的就是是合成出来的 那所以这个会怎么样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呢 我觉得最大的差别就是我们对于什么是邻居 什么是我们的就是亲朋好友 社群等等的这种感觉 会越来越被共同的价值所决定 而不是为这个物理空间所决定 其实在疫情的时候 我们已经多多少少看到这个情况 不管是我们在开发像简讯实验制 我刚进来也有扫 或者是说再去做像我们的口罩实名制 等等的这些疫苗等等这些系统 我们都发现说 原来其他国家 因为他们比我们先碰到严峻的疫情 已经有一些线上的一些社群伙伴 已经提出了这些制度 或者是一些解决方案 那已经做到可能七八成的左右的程度 那只要我们加入这些现有的线上的社群 我们立刻就可以到 好像他们的环境虽然我们不可能出国 但是可以去模拟到他们所碰到的情况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在那个社群里面 用他们已经发展到一个程度的方式 然后去放到我们所在的这个空间里面 那这种天涯若比林的感觉 就是建立在全世界有一个共同的紧迫的 想要解决的问题上面 那这个共同紧迫想要解决问题 就是防疫的问题 把全世界各种不同的创新者聚集在一起 把大家的精力时间等等聚集在一起 所以从某个角度来看 这个共同价值才是我们是邻居 或者不是邻居的这个伙伴 那好比像说一些别的政体 它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 可能就不是像我们这样子 就是大家扫QR Code 然后跟医疗人员取得某种互信 它可能就是采取直接禁止 城市之间彼此移动的方法 那如果是采取这个方法的管辖领域 那我们就很难跟他们有一种天涯若比林的关系 因为他们所研发出来的这些技术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使用 它是在一个不同的对于人的生活 或者人权的价值等等的想象上面 所以大概先这样子回答 那在就是数字货币这件事情上 也是其实有一点点类似 就是我们在大部分的 我们平常运用货币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就是人跟人之间 不管是产品还是服务还是之类的交流 让它变得比较顺利嘛 比较顺畅 那但是我们看到其他一些管辖领域 它推行数字货币的做法 可能就不是这样 而是说它是希望所有的一举一动 全部都要先让国家知道 然后才让其他的人民 或者是商店或者是经济部门知道 那所以它是基于控制的目的 而不是基于就是更容易 更方便使用的这个目的 所以才要在所有的交易中间都先 就是打上一个就是数字平台 等等的这种感觉 那所以从我们的角度来看 就是我们越开发这些数位的创新的平台 我们希望就是就是个别的个人 他越能够想到一个主意的时候 他就开始自己的一套区块链 自己的一套分散式的加密的货币 他如果嫌比特币这个烧了太多煤炭 对环境的影响不好 那他自己也可以去发明自己的 Proof of Stake 或什么其他的区块链的方法 然后确保说他对环境 不会有不利的影响等等 那但是呢如果是在别的管辖领域 它是就是只有政府能够run 只有能够做装 所有其他都是非法的 那这样子根本就不可能有在民间 有这种同时兼顾环境 跟经济价值的新的区块链的创新出现 事实上干脆就是违法的 所以同样的道理 就是我们先有我们的生活方式里面的一些坚持 好比好在我们是关于民主的 关于人权的等等 而且坚持 那数字的这些技术就是确保我们能够把这些坚持的价值更方便的 更不需要浪费大家的力气的 或者是让大家觉得不安心的情况 让所有人都可以享受到 那当然有不同的哲学的管辖领域 就会有不同的方式应用这些数字技术 那可能就不是把权力尽可能均匀分散 可能是把权力尽可能的集中 那所以我觉得身为高中生 我想就是不要觉得好像未来它是已经设定好的 未来是透过大家而来 那大家不管做任何计划或者是做任何专案 那可能都可以想一想说 那我做这个计划和专案 除了我满足自己的求职与好奇心之外 那它有没有可能接触到一些使用我的专案或计划的人 我要传递怎么样子的价值去给他们 那这个时候就像很多目前做服装设计啊 时装设计等等 他们都会用一种所谓的循环设计嘛 循环材料 那他就是希望告诉大家说 不是回收之后价值越来越低 而是每次回收之后价值越来越高等等 所以所有看到他的这种循环设计的作品的人 就不是只是他的作品本身 而是他创作作品的这个方式 也可以变成其他人可以考虑的一种做法 那这个也是社会创新 就是好的这种想法 透过大家愿意了解的这些媒介 然后就散播出去 所以就是准备的时候 就是尽可能了解哪些是共同的价值 那哪一个共同的价值 你觉得有意思 那自己创作的时候尽量去体现这些价值 希望有回答到这三个问题 好 那有四位朋友说 看了唐凤的自传之后 发现唐凤在选择人生道路的时候 总是能够勇敢选择最不平凡 也就是风险最大 最充满荆棘的那条路 那请问当年轻人遇到这种人生选择的时候 该怎么样鼓起勇气 选择不那么一般的道路 当然首先那不是自传 那是别人写的 我只是受采访而已 那不过如果你就是看的是 就是上面有那个 就是凤那个字 我签名的那个版本的话 那可能知道他在书背有一张小卡片 那张小卡片就是 所有这种问题 我的标准答案 就是要睡满八个小时嘛 就是说如果你睡不满八个小时 像我如果没有睡够八小时 我昨天有睡八小时 我如果没有睡满八小时 我也没有什么勇气 我也会觉得说 那我碰到一个比较大的挑战的时候 我是不是就用我昨天习惯的方式做等等 但是呢 我的特点就是说 我不会在白天的时候 做那么多的判断 有各种各样子的压力 或者是有各种不同的 看事情的角度 或者有很多厉害关系 放他们之间彼此冲突 等等的时候 那我就是会所谓选美一边站 那选美一边站 有两个阶段 一个是我白天醒着的时候 就是去听 每个人的看法跟想法 如果大家的看法跟想法有道理 我也不会立刻就说那我就这样做 我会说很有道理 I'll sleep on it 就是说我睡的时候会想一想这样 那所以这样子一整天下来 当然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想法 很多对风险的评估等等 那我都很尊重 也试着去从它角度了解 但是呢 我真正的工作是在睡觉 哪八个小时做的 而且我也不知道怎么做的 但是每一次就是说 我只要不下判断 然后睡够 然后一醒来 脑里就会综合出一个 有兼顾到各方价值 所以乍看之下好像是很创新 或者是很冒险 但是其实就是 是我白天所听到的 各个厉害关系方 其实应该睡不满意 但是都可以接受的一些处理方法 但是如果它太复杂 我就要加班 我就要睡到九个小时 有时候睡到十个小时 反正就是要确定 能够融合各方的这种见解之后 醒来之后才会提出这样子的想法 那我从很小就是这样 从十四岁决定要去跟校长谈判 说我不要再去他的中学 我要专心做研究等等 都是先去听了 亲朋好友各方的见解之后 有充足了睡眠之后 一醒来脑里就出现一整套 那个谈判书 就是他讲什么 我讲什么 他讲什么 我讲什么 这种类似奇谱的东西 不过因为校长第一句话就说 好了你明天不用来上课了 所以我脑里那一整课书都没有用到 我的意思是说 只要有这种充足的准备 而且可以去用对方的角度 把你自己的价值重新讲一次 那我觉得其实并没有 大家想象中的风险很大 或充满经济 只有在就是自己并没有想得很清楚 从对方的角度 怎么看你的价值的时候 那才会有冲突发生 所以冲突的休息 那在休息前 能够倾听每一边的角度 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那这个时候就比较不需要 那么多的勇气 也可以去做出创新的 那其他人都没有做过一些事情 好 那也有两个问题 不对 是三个问题 好 有期待朋友们想要知道 说 说下时代日行 以上请问您认为 除了您曾经说过 师生关系更像伙伴关系之外 还有什么变化 随着师生关系 融入不同的元素 传统的科技分类 可能会怎么样子发展 以及二 为了追求更方便的生活 许多城市 许多设备等等 都会广泛收集使用者的资讯 提供个资 确实让我们生活更加方便 但是 相信问您要如何 才能够在便利 跟个人资安之间取得平衡 这两个都是 大概可以办一整天研讨会的题目 而且还是不同领域的 可能要在不同学院办 那我试着 就是比较简短的 来说明我的想法 那确实师生关系 比较像伙伴关系 也不是只有我讲了 其实世信扬财 以自发为主的学习 等等 整个新课纲 现在高教 大概也都是 往同样的方式 就是不是老师 一定要你做什么题目 而是老师提出 他自己正在做的题目 然后看这里面 有没有什么你感兴趣的 那你如果 一下子就找到 自己的题目的话 那老师突然跟你 就是伙伴关系 就是一起学这件事情的关系 而不是说 你一定要被老师脑里的 那个标准答案 因为我们都知道 现在标准答案的 那个保鲜期 可能不到一年 就是随时随时的都在 每一个学们都在 跟全球一起去进展 所以我会觉得说 师生的关系 在特别是在网络的时代 有一个很大的差别 就是他的权力的对等 就像现在如果 我没有给大家一个slide 留言按赞的空间的话 那其实大家手机上面 也有很多可以留言 按赞的空间啦 对不对 所以就是很多时候 老师在讲 那在底下就已经在 不知道 D卡还是什么 什么 什么 Cowbey 什么什么 还是什么之类之类的 这种社群里面 不断地分享 彼此的见解 那所以意思就是说 大家都是同时处在 很多交叠的空间中间的人 而每一个人 他的特殊性其实是以 他加入了哪些社群的这种 互相重叠的独特性 来定义他个人 所以也就不是像以前那样子 都是大家在 同一个这个尺度 同一个跑道里面 那只有跑的第一名 第二名第三名等等 来定义个人 所以在这个意思里面 也就是说 我觉得老师自己 也要能够加入 很多不同的创作的社群 那也能够把自己 多方面的兴趣 然后就是就像 另外一个学习者一样 分享给学生 那学生也是一样 就是我们现在还是会说 斜杠嘛 就是至少我这一辈 就是如果不务正业 这个有一个full time 然后又去兼 像我兼了七个不同的职位 那就是会被叫做很斜杠 那但是我想在各位这个年纪 大家都已经很习惯 跨学门的学习 跟就是广泛的社群的参与 可能就是以后 专门研究一个学门的 可能我们会尊敬他 说他是单杠 但是其实所有人都是斜杠了 斜率已经就是很接近 横的就是全部都是互相串联在一起 那这个情况之下 我觉得老师势必不可能说 每一个学生 那个学生他所有接触的这些社群 这个老师都完全辽若指掌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这个意思也就是 这个学生就开始有可以教老师的部分 就是老师也没有接触过的 也不知道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看的等等 那所以传统上面说教学相长 感觉还是说就是大部分是教了 偶尔学一下 但是我觉得现在就是这种共同创作的文化 越来越出现之后 那我觉得真正意义上就不只是教学相长 而是共创 就是轻盈共创啊 这种关系就会出现 那这个时候传统的科系分类 可能就只是参考用而已 最主要的还是 你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 你要实现什么样的价值 或者是你的专案 不管是你的capstone project 就是说学到一个程度 好像一个顶时一样去运用到你学到的东西 还是比较探索式的 你也不知道会学到什么的自主学习 那大概都会以这些来定义 就是一个人的发展 而不是以你传统的科系上面 你的分数怎么样 排名怎么样 来定义自己的发展 那其实这个也就是在职场里面 实际的状况 所以其实大部分的人生里面 都是这个状况 那在以前是在教育的环境里面 我们去分学习阶段 那去把它好像人为的定义成一个 比较容易考试 或者比较容易去追踪的一个情况 但是我觉得现在慢慢我们发现说 即使你是完全就是探索式的研究 其实也不难去理解 那而且评量的方法 素养导向的考试的方法 慢慢也都跟上来了 所以我觉得未来就是学习环境 跟创作环境 不会再这样一刀切 就是学习环境 跟所谓出社会的创作环境 很可能就会变成非常类似的环境 那么在第二个 完全不同的题目 那完全不同的题目 这里是说 所有的城市跟设备 提供各自是换取方便 不过我想先challenge一下 这个想法 因为如果你提供各自 是换取方便的话 那个意思就是说 你知道你具体换到了什么 但是我猜这边很多朋友 不一定有那么详细的去看 就是每一次就是你打勾案 同意以前的那整套各自的声明 那而且呢 假设他做了一些 就是超过目的外的使用的事情 那我觉得大家也 现在的这种意识 并没有像 好比像说 如果他有网购过 网购大家知道说 会有一个犹豫期嘛 你收到之后 如果你看了这个货品 发现说真跟你在那个网路网拍上面 或者是电商上面看到不一样 那你是可以退货的 那现在如果这个界面 它上面有说 那我同意打了这个勾 就放弃又预期 鉴赏期 那我就不能够退货 那现在很多朋友知道 这个是无效的 就是这个是不得记载事项 你勾了跟没有勾是一样的 那如果这个商店竟然跟你争执 那很多人也知道 他可以打电话给小保管 可以提出检举 那甚至如果他是大规模的这样做 甚至公平会可能都要介入 那这个是因为 大家对于消费者保护意识 有了很长的时间 而且在政府里面 也有一个就是 甚至是行政院院级的 像小保会啊 公平会啊 等等的这些设计 一级机关二级机关 一起来确保说 那就是不能是厂商 就是写了什么字 那就实际上就是什么 我们有一些基本的底线嘛 那但是在各自 不能够目的外 去利用上面 我们是有 各自法上面也有这样子写 就是不能供用合约委 抛弃的这个 去请求副本啊 请求删除啊 等等的这些权利 但是目前这个enforcement 就是如果没有做到的话 那会不会被 消费者集体诉讼呢 那没有做的话 有没有类似 小保管的会介入调查呢 是到今年 就是我们在行政院院级 有各自的联席会议 跟运作办法之后 这一套制度 才慢慢建立起来 在此之前是比较没有的 有点像是 我们有这个行政院小保会 以前的小保的那种状况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双方面的 一方面是说 关于各自联席会报啊 等等的这些做法 未来的各自专则机关呢 可能大家要比较知道说 这群人就是类似小保官一样 你可以去请他来主持争议 这是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说 厂商也好 厂商里面的员工也好 也要开始知道说 那就是如果他 就是什么样 不是解决方法的一部分 就是问题的一部分 就是说 如果他不是是以消费者 或者是他的使用者的最佳利益 作为行动的话 那很快的 他就会在营业上面碰到很多 就好像就是里面经营什么东西 然后却就是排污染啊 空污啊等等的那种 以前大家可能三四十年前 觉得比较没有什么 那现在都会觉得是没有良心 而且会是去抵制 会去杯葛等等 那这个就是在充分的揭露 说有些人在做这样子的事情 那以及消费者的主动的抵制 那我们在就是电商消保这边 其实已经做到蛮好的 那我会很期待说 在接下来几年 我们在各自上面 可以做到一样好的这个程度 大家才不会觉得说 这好像是我为了换方便 不得不给出去的一些东西 就好像说 这个什么食品的 对于健康不好的添加物 现在不会有人说是 因为我想要 这个他的调味比较好吃一点 所以我不得不接受他 可能致癌 这个大概没有人会做这个trade off 那我想我们就是要把整个 关于各自的讨论 frame到这个情况 那这个跟自动安全 其实说真的没有什么关系 他可以整套系统都非常的自动安全 但是还是就是贩卖你的个子 到你不愿意被贩卖的广告商 等等的这些情况去 所以我觉得平衡的方式 就是像刚刚讲的充分的揭露 那以及有一套 就是类似消保官一样的一种检查的 申诉的等等的这种制度 那让能够做到法尊的厂商觉得 他这样做是对的 有良心的 他员工也比较开心 那但是没有做到的 那立刻就会有后果 可能是要往这个方向来做 好 如果有人要举手问题 请随时举手问题 不然我就会不断的这样子 继续念下去 有十位朋友问说 现在家长大多数对于文组 都有上引号没饭吃 下引号刻板印象 尽量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选择理组 就比较有饭吃的意思 以台中体中 今年自由班报考人数为例 人设自由班跟数理自由班的人数比 大概是1比5 那请问唐宗伟对这个的看法是怎么样 以及认为可以透过什么样的方式 减弱家长对于文组的刻板印象 我自己来讲这个是没有什么说服力 因为我没有念过高中 所以我其实完全不知道文理组是做什么的 那但是 就是因为我国二就中二就辍学 但是我确实是有参加过课纲的就是拟定 所以以我的理解 就是其实这个分组现在是非常advisory 就是他并不是说你选了文组之后 你就不能够斜纲 在高二高三特别是选修 加深加广等等 或者是你到大学的时候 那去学关于数理的事情 那就算你选了理组 那也不表示说 你不能够去学人文社会的这些事情 他在互相转嫌上面 事实上就连就是技术高中 跟一般高中中间的转嫌 在新科纲里面都变得比较容易 所以不是觉得说 你一旦选了之后 好像你一辈子就定型了 不要这种感觉这样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是说 我也觉得说 一开始的这种兴趣 跟未来在职业上面的应用 其实在兴趣这边是越广泛越好的 所以就像大家可能都有听说 贾伯斯这个就是年轻的时候去学书法 所以到最后他做麦金塔的时候 就会有true type 这种很漂亮的字型 后来变成麦金塔卖得好的 主要的原因是一样 就是我们不管是学什么 这些树里的这些事情 如果他不是为了一些社会的 或者是艺术的 或者是美学人文等等 的这些共同价值服务的话 那他其实没有办法感动人 那其实没有感动人的部分 其实慢慢极其都会做了 就是目前人剩下来能够做的事情 大概就是感动自己 感动别人的这些事情 就是跟人跟设计 跟这些界面比较有关的 那如果是跟底层的 这种逻辑性质 比较有关的东西 那事实上绝大部分 大概现在都可以自动化掉 所以我会告诉家长 也是告诉自己了 就是说先不要管他 现在选什么组 但是未来他一定是 跟人有关系的部分 会有更多的发展 那也事实上会有更好的收入 那现在乍看之下 就是树里的部分 可能有好的收入 但是那个后面的意思就是说 他可能过几年 要重新学一套完全不同的东西 因为他现在学的这套 一旦被自动化掉之后 那他就必须学下一套 那这个就是到某个程度上 他就会变成是还是足够斜杠 所以到最后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所以我不会觉得选错了 就怎么样 没有选错这件事情 那任何时候我觉得还是以 实际上做出什么project 实际deliver出什么价值 这个才是最主要的事情 所以这个刻板印象 你要问我的话 我也觉得不急着打破了 就是不管他怎么选 那就是他18岁反正就成年了 不像以前 就是他要选什么志愿念什么大学家长 还有讲话的权利 我们很快就是18岁家长讲的话 就是参考用的 因为反正你成年了嘛 那这个时候其实他到大学的时候 还是有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 或甚至完全不要去念大学 那他现在就是社会上面去历练一番之后 再回来选择 就是自己在研究社群 要挑什么题目做 那这样的话就更没有文理组的差别可言 那我对高教的想法一直都是这样 那以上不代表教学部立场 就是我自己个人的立场而已 好 那有六位朋友们问说 如今数位化的风潮不断 生活所适几乎都要用到电子产品 所以对于比较少接触到电子产品的老人 或者是穷人 应该要怎么样子适应 以及可能衍生的社会问题 应该要怎么解决 这里要分两个方面来讲 一个是说 当然我们有很多的数位机会中心 或者是部落的文件站 等等的这些设置 那让只要有动力 想要学的朋友 他基本上不太受到硬体 或者平宽的限制 平宽是最没有限制的 现在大家都469或499就吃到饱了 基本上平宽在这边就有点像是 就是干净的自来水 一样的这些状况 就是你反正已经 就是缴了税了 那就是国家就应该要确保说 不管你在多么偏僻的地方 都要有宽品可以使用 那在就是小学的阶段的话 我们确实也有在想说 如果是在比较偏远的 或者是刚刚讲到原住民族啊 乡下啊等等的地方 是不是说他们虽然负担得起 这个平宽 但是可能小的时候 比较缺乏这样子的刺激 那这个我们也有在想说 是不是在国教的阶段 就一定程度上把它变成是 因为以前都是在学校 去使用资讯设备嘛 那我们也有在想说 那是不是让他直接可以带回家里 甚至寒暑假的时候 都直接来给他使用 这样子的载具跟设备 那去更进一步的让这个小孩知道说 也不是只是他自己学习在用 而是他学到一些社会技能等等 那他接触到线上的这些社群等等 那他自己的家里碰到的一些问题啊 挑战啊 或者是只是想要找人讨论啊等等 那等于他这个平板或者载具 都可以变成全家人 去跟这个更广阔的这个社群 接触的一个portal啊 的一个窗口 那这个确实也是我们正在想的 所以我想这些在台湾都是好像健康权 或者是学习权 这些都是最基本的宪法保障的 不是就是大家按照自己的财务状况 而有完全不同的世界的那样一个情况 所以我想这部分我们当然会在政策上面 去继续努力 那另外就是说我们在设计数位服务的时候 也要去确保说同样的服务 如果你可以用很复杂的网站 很漂亮的地图去存取 但是同样的词询你也必须要能够用非常基本的 一通简讯一个line 或者这两个都没有 直接拿起式化打1922嘛 就会有一个真的听得懂你的想法的朋友 虽然就是最近可能战线要打比较多通 但是总之就是到最后打通的时候 就会有一个就是很完整的了解 不管是你对疫情的想法 对于疫苗的想法 对于各种各样的措施的想法 那都可以直接去跟真人沟通 所以我们做这些数位化的工作 并不是说要把本来是人跟人之间的联系 把它拿掉 变成人跟机器人 你一定得学一些怎么样上网 或者是怎么样用我们的界面才能够使用的服务 而是说我们去empower 我们去增能这些实际在做支援的人 不管他是地方的里长 或者文件站的主任 或者是在地的钥匙 或甚至便利商店店员 就是给予他们充足的支援 让想要用数位服务的人 能够用他自己最习惯的方式 而不是非得去买设备 或者是非得学什么东西 不可能 这也是我们数位化 这叫做inclusive innovation 就是创新的过程 是以包容性为主 那这个也是跟其他一些管辖领域 就是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那有一位朋友问了一个很实际的问题 就是睡觉的时候还要想这么多事 这样是不是真的有睡好 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所谓睡好的意思是什么 如果是醒来觉得说精神很好 身心气爽 觉得这个昨天困扰我的都得到解决 那确实是啊 对不对 我看起来真的是有睡好 那但是如果睡好的意思是说 好像是就是你知道耍废 也就是说醒来之后 这个还是觉得 这个睡得很香很舒服 还想要再赖床什么 确实我可能一辈子都没有这种经验 就是我都是一醒来就急着想说 那我赶快想到什么东西 我把它写下来 那写下来之后 说不定还可以再休息一下下 或者把它记下来 或者是把它就是写成程式码等等 但是确实对我来讲 就是刚醒来那段时间 是创造力最高的时间 那我如果不把它capture下来的话 我会觉得睡这个觉很浪费 所以这就看你对就是睡好的定义啦 如果是就是有身材力 自己感觉良好的这个方向的话 那我觉得我睡得还蛮好的 但是如果是就是一种很放松 然后好像什么事都不用做的话 那我可能就是没有这种经验 我很羡慕你有这样子的经验 那有六位朋友们问说 5G啊被赋予非常高的期望 但是基础设施跟个人装置 没有办法同步到位 所以在教学跟研究上面 有很多实物上面不理想的这个状况 那在这个未知的过渡期 肩负数位人文与科技应用 任务的教师应该要怎么样子因应 以及是不是有任何社会观察 以及预期的发展 我会觉得像5G 它其实是一个enabling technology 就是说它本身不做什么 它是你可以借着它来做到一些 以前比较困难做的事情 我举例好比像说它的低延迟的状况 那我们在之前有接过一个 就是应该是高雄那边的一个案子 就是他们希望在救护车上面 就可以及时的不管是视讯诊疗 或者是生理真相的 这个跟医院端同步等等 那在就是派遣的过程里面 特别是针对major trauma 它就可以去进行这方面的就是判断 那可以就是不要延误这种判断的时间等等 那像这种场景 确实是5G非常适合的一个场景 因为就是穿头上4G 它高延迟或者是频宽 一下子没有那么高的情况 确实就是远端的医生也看得 不会很清楚 而且也没有办法那么快的下判断等等 那但是它 你说它一定非5G不可吗 它有一些场景 它是可以在就是比较小的场域里面 可能某一条特定的路线 或者是就是某一个特定的医院 到它某一个特定的分院的过程里面 你先在那一条上面去把它进行实验 那所以我觉得重点还是不要overpromise 就是我们去想到这个场景 觉得5G有用的时候 如果是做一个非常小规模的实验验测的话 那可能就发现说 这个其实不适合5G 这个说不定不需要5G 或者是说这个用现有的 就是不管是WiFi啊 还是什么光线啊等等 它可以做得更好 或者是这个场景根本就是比较适合在室内做等等 那所以如果不overpromise的话 大家先在就某一个特定的地方做试点 大概很快就可以就是得出这个结论 但是这个结论 如果你没有做这个试点 也就是没有把实际的使用者 带进来一起讨论的话 那我们自己在就是白本上面画的时候 很容易就觉得说 这个就听起来很work 然后我们不如就把它规模化吧 所以我觉得任何新的技术 像5G都是这样的 就是它有个hype curve 就是大家会先觉得说 它真的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 然后就把各种各样子的想象 好像许愿起一样 全部都往这个技术里面丢 那然后后来就发现说 它只能解决很特定的问题 然后就会当到谷底 可是在这个谷底就开始有一群人 就是实际在它真正适合解决那个范围里面 开始去做出真正能够上转的一些解决方案来 所以大家对它就是期待又稍微比较好 所以如果找hype curve的话 那就是我不知道中文怎么翻 潮词曲线什么之类的话 那大概就可以看到说 我们对任何这种关键词都是类似的这个情况 所以我自己都是一下子就ahead of the curve 就是我听到这种关键词的时候 我一下就跳到最后面 就是想说 那我们就不如透过实际的验测 直接找到到最后还活得下来的一些解决方案 那我们就把力气花在这些解决方案 而不是那个关键词上面 所以我对像分散式账本也是一样的情况 为什么我看到区块链三个词念分散式账本 那就是因为对我来讲它就是其中一项账本技术嘛 那记账的技术它不是什么非常fancy的东西 但是如果你有多个彼此之间没有互相那么相信的party 那想要就是共用一本账本 那确实就像分散式资料库 关联式资料库的分散式学习 等等的这些做法 它就是一些工具可以去使用 但是我不会去特别炒作区块链crypto 等等的这些关键词 因为我了解说 那个就是在hypercurve最上面 可能会让大家有过分的期待的一些事情 所以简单来讲 就是找到实证的场域 尽早的把实际的使用者跟利害关系人找进来 让他们来告诉你说 哪些题目真的适合用这个技术做 然后就专注做这个 然后就不要再管那个技术本身叫什么了 我对AI现在快要变成一种发育词 也是一个一样的一个看法 其实都是相同的看法 好 那有十一位朋友们问说 请问正伟 对于前几天爆发多所高中学习历程档案遗失的看法 为什么不全国学校都使用统一的公版的网站系统上传呢 显然就是很多人觉得他可以做得比公版好 对不对 那当初拟定星课刚刚的时候的变革 有没有想到比这种更好的方式来判定一个学生的适性的探索的能力 当然从我的角度来看 就是这种就是没有备分 这个是很难想象的这种情况 我看到的时候也觉得非常的错愕 那但是有的时候就是一种执行的过程 其实向上集中 就是这次为什么会出这个状况 就是希望说他能够放到一个比较好的 有备分的 然后你不需要特别做什么 他就会自动有灾荷复原 多地一地备原等等的这个系统 所以如果这个migration成功的话 其实未来就不会再发生类似的事情了 那这次就是发生在这个migration 就是在把就是没有异力备原等等的自己的这一套 上传到向上集中的这个系统 就是虚拟集的过程里面 所以当然是很不幸 但是到我们的向上集中的这个过程 做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也比较不会再发生这样子的事情 那至于说是不是全国学校都要用统一的网站系统 我们现在大概的想法都是所谓的open API 就是说只要确保说你能够接取这个服务的 怎么讲 就是它的输入跟输出是公平的 那如果有人能够发明就是更好的界面的话 我们会尽可能的保留这个 让大家发明更好界面的这个能力 那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很难在一开始 去预测未来的需求会长什么样 就像当时的这个口罩的视觉画 有些人习惯看定图 有些人喜欢跟机管家聊天 有些人根本是视障者 他只能够透过语音助理来彼此互动等等 那你可以想象说 如果是本来是统一的健保署网站的话 那其实健保署不管有再多开发者 他也不可能照顾到这一百多种不同的口罩视觉化 存量视觉化的这些朋友的需求 所以我们就是把这个API开放出来 每30秒更新一次 然后就看明天有哪些做法 那但是因为API是一致的 所以它不会有像刚刚这边提出来的 就是它突然间就是断掉了 资料不见了等等的这个情况 所以底下的这个资料治理的这个pipeline 就是资料的管线吧 这个才是我们需要专注的部分 那在上面的就是表现端 那我觉得这可以开放出来 让尽可能多的新创 尽可能多的设计师 都可以去提出更好的体验 那这也可以杜绝以前那种 就是它的底层做得很好 很没有问题 ISO什么都通过 那它很不会做前端 但是你就是被它绑住 然后你就只能用它那种 可能还在用Flash或ActiveX的那种界面 要卡很久 那自从我们2016年提出OpenAPI采购之后 那所有这些大的系统整合商 只要它的机关有勾说 你必须要提供OpenAPI的话 它就不能垄断这个前端的界面 它就必须要提供任何机器 都可以读取跟写入的这个端口 然后来让新的体验 可以架在这个上面 得以发生 所以我想这一次也是让这个 教育部这个痛定思痛的一个事件 那但是未来如果相当其中比较完成 也用比较OpenAPI的方式 来做这件事情的话 那相信之后类似的问题 应该是比较不会发生 好 那我理解我刚刚都是回答资讯的部分 但是没有回答说 那如果你是这个要招生的大学人员 现在看到那个 现在好像20%吗 还是多少 就是一定要学习历程的话 对那到底要怎么样子来运用这一方面 不过我这个人是不知道的事 就说不知道 因为我没有在大学的招生端 所以看有没有老师要分享说 要怎么样子运用这个学习历程的答案 如果有想到要怎么样运用的话 可以举手跟我们分享 这部分我的想法一直都是 它是一种等于互相沟通 让它变得更容易的一些素材 但是并不是说为了这个 那你就要在除了平时校内 本来你就会做的事情之外 额外的去投入太多的别的 好像把它美化等等的这种经历 但是我也了解到 现在把它美化什么 本身已经变成一种产业了 那这个并不是我们当初设计的时候的想法 那但是这个也真的是主要是需要 从大学端去给出这个讯息说 你美化什么其实到时候根本不会有什么效果 等等那这一部分可能就不是我的第一手经验 所以我在这边也没有办法很具体的回答 有没有老师要补充这一题的 这好像是一个很热门的题目 大家都是厉害关系人 好像还好 好那我们就往下 好 那有八位朋友问说 数位时代年轻人应该要多加强哪些技能 才能够增强竞争力 应该这样讲 我觉得是心态而不是技能 我觉得最主要我自己想要增强的 反而是怎么样子去把竞争转化成合作的那种能力 也就是说 大部分的事情 大部分的题目都不可能一个人做完 如果一个人能够做完 其实那些题目不会等你做了 其实差不多这些题目都已经被做完了 所以我们现在还面临到的不管是社会的环境的经济的挑战 大概都是需要各种不同领域 甚至是他的厉害关系有所冲突的人 加在一起才能够去解决 那这个时候如果是培养个人的就是个人对个人的竞争力的话 反而你竞争力越强 那大家越觉得说好了 那帮你拍拍手就好了 我为什么要来帮你 这个就是你做到一百分很棒啊 那帮你按赞啊 然后到最后就是你要处理全部的事情 也因此就是你要解决那一个问题的范围 就不太可能真的很大 那再反过来讲 如果是说 那我今天是说 那我开门造局 就是我在做的过程 那随便你批评 那你行你来嘛 就是说你有一个好的点子 那太好了 立刻你的点子就变成政策 那采取这样子的做法的话 那我个人的竞争力是最不重要的一件事情啊 我个人的竞争力强不强有什么关系呢 我只需要去给大家一个很 就是具体的承诺 就是说 如果你想到比填紙本实验是更好的方法 好比想说传个简讯什么的 你只要让我知道 过72小时 立刻就全国200多万个人在用 那或者是说 这个钥匙那时候发号码牌嘛 说口罩地图不准 那他们想出了一个方法说 那他只要输入说 他进了负500万片口罩 他就直接从那个地图上消失 因为我们地图无法处理负值 那只要这个钥匙 他一让我知道 为什么我会知道 是因为我就走进那个药局 那个药局就是上面贴说 不要相信APP 那我就赶快进去 然后买了一些补品什么的 然后就会钥匙说 假设你是我的话 你会怎么办啊 因为我没办法了 那这个时候钥匙就大发慈悲地告诉我 说他想到了这样子一个方法 他的社群想到这样一个方法 然后我就说 这个方法很好 然后隔天我就带回健保署 然后就直接运用这个方法 那这些具体的例子都是在说 我如果是在意竞争力的话 那根本不会去做这些事情 但是如果做这些事情的话 那首先就要把人跟人之间的竞争中感觉放掉 而是说你比我厉害 竞争力比我高 那太好了 那就用你的方法吧 的这样子的一种做法 那这种我不知道一般在素养导向里面要叫什么 这个自发互动共好 这应该算互动了 互动达到共好了 的这样子一个过程 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在年轻的阶段 因为大家年轻气盛嘛 经常都需要证明自己 但是我觉得多花一些时间去想说 那我怎么样组队打怪啊等等 那这样子的话 在互动达到共好的过程里面 就比较少力气花在这种 反正到最后也不会有人记得的 个人的竞争上面 可以把比较多的力气花在 之后的人都会记得的 真正做出一些 有共同价值的事情来 这是具体的回答 好 那有八位朋友问说 一天的行程满档 那还会使用番茄中等等的时间管理法 让自己几乎没有空闲时间 这样不会很累吗 是不是都不用休息 番茄中是有休息的 番茄中是可能二十几分钟嘛 然后就休息个四五分钟 然后几个番茄中之后 就会有一个大的休息 那个休息也是拨番茄中 也是休息个半个小时哦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提醒自己要随时休息的一种纪律 相信大家都有这样子的经验 就是如果你很投入的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那很容易就是废寝忘食 就是很容易burn out 很容易没有休息 但是这个时候用番茄中的好处 就是说你无论如何半小时都一定得休息 都会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的时候 你可以去检视前面做的事情 是不是需要就是一路往这个方向去冲 那也可以去稍微就是稍微放空一下下 然后让新的灵感能够进到自己的脑领 因为你就是不断的就是完全不休息的话 其实本来那个方向大概就会持续下去 会有个钉毛的这个作用 所以我觉得这些时间管理的方法都不是不休息 而是告诉自己说这个休息是有一个节奏的 那也让亲朋好友或同事知道说 不是不可以打断你 每半小时一定可以打断你 但是也不是随时都可以打断你 你还是要有一些专注的时间 所以这是一个就是有怎么样 张弛有度的这样子一种节奏 那有这样子的节奏 就好像跑马拉松的那种节奏一样 其实是完全不会累 至少我在执行分析中 这十几年下来 我自己在整天里面的感觉 就是不会有就是突然之间很开心 然后一直创作 然后到最后好像burn out 因为忽略自己身体的需求 等等这种情况大概就没有了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 就是比较照顾自己的一种做法 有各位朋友们问说 那前一段时间呢 因为疫情的关系 大家都惨遭数位转型嘛 这个进行了线上学习 那关于是不是要把课本数位化 这个有很多的争议 甚至有人说教育的数位化 是必然的趋势 疫情只是加速这个过程 想请问我怎么看这个议题 我觉得数位就是不止一位 就是可以联络到很多不同空间 跟时间的朋友 那以这个定义来看的话 数位化当然是必然的 就是我刚一直强调就是 不是现在只是我一个人在讲 然后大家只是单向的听嘛 我之所以会讨论这件事情 完全就是大家投票出来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数位它的意思就是 就是不只一个人在这个空间里面 有设定议题的权利 那这个不是只是扩增到就是在场的各位嘛 也包含在线上的各位啊 说不定这个题目的按赞的 或甚至提这个题目的就是正在看直播的人提的 也有可能嘛 那同样的就是这个教学的空间也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扩级到可能本来因为 不可能出现在这里的朋友 那你说疫情是不是加速呢 应该是加速吧 因为如果没有疫情的话 很多线上的朋友现在应该是坐在这里 但是即使是没有疫情 大家会不会觉得说 那我自己觉得在自己舒服的时间跟空间 一次可以参加很多学校 或者是很多不同的社群的这样类似的活动 大家也会觉得很方便 是真的是蛮方便的 所以我会觉得说课本可能是里面最不重要的部分 事实上现在教科书很多都已经有电子书了 教科书改成电子书并不是一个大的问题 它是载具的一个更换而已 但是我觉得比较重要的还是说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就是一本阅读的书 变成共同书写的书 那不管是线上的及时的共笔互动 媒批等等这些 是不是有可能在我们就是在同一个空间的过程里面 像slido任何人都可以剖文体 任何人都可以按赞 一样变成一个大家的social object 就是大家彼此互相讨论的一个共同主体 那只有这样子我觉得才能够去回应到 现在大家教学相长刚讲到伙伴关系等等的这种需求 那不然的话其实只是就是载具的调换而已 载具的调换当然在疫情期间有其必要 但是我觉得主要还是教材教法上面 因为就是远端有一个好处 对学生来讲就是你开新的视窗的时候 老师不会知道吗 就是老师你在实体的课堂上有人一直低头滑手机 或者有人在自己的平板电脑上面开了很多视窗 这个老师一定会察觉到 但是如果你是隔着视讯的话 你基本上没有任何方法知道 学生正在开另外一个视窗正在聊天 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是教材教法上面 我们就要去学习到说我们怎么样子确保 那些另外开的视窗是对这个教学是有帮助的 而不是说另外开的那些视窗对教学是一种干扰 那怎么样确保大家的手机载具 另开视窗都是对教学有帮助的 那我今天就是一个很简单的demo 就是一开始就扫QR Code 把大家的手机的其中某个视窗蒸熟过来嘛 变成我们这个讨论的一部分 那但是这个就是最最最初阶的一个做法了 还有非常多比较进阶的做法 那因为今天比较不是教材教法研讨会 不过如果有兴趣的话 应该是就是很容易在线上找到类似的资源 好 那刚刚突然间冒出一个 为什么我不用iPhone 这个一句话就回答完 因为我滑手机的时候 这个我一定要隔着一支笔 这个是类似像戴口罩的一种行为 就是要确保说我不会上瘾 因为我自己的经验 我只要是用手指滑手机 滑了几天下来 很快就变成不是我在滑手机 而是手机在滑我 那而且尤其高更新率的手机 这个荧幕高更新率的手机 更是这样子 然后到最后就变成是说 我很难去番茄中嘛 就是我可能四分钟 对不对 就要停下来 然后就要开始准备下一个番茄中了 但我如果是用手滑手机的话 我常常会停不下来 变成好像它是我的 怎么讲 手指的延伸 身体的换肢的那种感觉 然后就是硬要把它关机 或者荧幕关掉 我会感到痛苦 就好像手指突然间被切掉 那种感觉一样 那所以我不知道的是 我自己比较奇怪 还是大家也都会有类似的感觉 不过我看有很多人在点头 所以应该不是只有我有这种感觉 所以后来我就发现说 我只要隔着什么东西 就是隔着这支笔 那或者是隔着键盘 隔着滑鼠等等 因为我就不会有这种上瘾的感觉 我会觉得它是它 我是我 那我是先有一个意识 说我要去点这里 我要去滑这个 我要输入这个 我才去执行 那很可能是因为 当你隔着一支笔 或键盘的时候 它是一个间接的动作 你要先转移成小肌肉的指令 那这个时候一定要动到 就是有意识的部分 那不会有一种无意识的 好像一支滑一支的东西出来 的这种感觉 所以我这种状态 已经很久了 从很年轻的时候 用Pump Pilot 然后Zorus 然后现在Note 那苹果也有用 就是iPad 然后配Apple Pencil 那大概都是一样的做法 那我就是因为发现到 就是很容易 就是触碰荧幕上 所以就尽可能的去Cope 尽可能的去对峙 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哪一天iPhone 如果就有出有一支笔的话 大概我就会用iPhone 但是iPhone现在还没有办法 就是运用Stylus的情况下 我对跟iPhone是 就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这样希望有回答这个问题 好 那有九位朋友问说 推行政策的时候 要怎么样面对网络的舆论 心态从开始当政委以来 有什么改变 我想网络的舆论 就是一群很关心 这件事情的人 那如果你越早告诉他们说 好啊你行你来 那这样子的话 这些批评 很容易就转化成为能量 成为政策的建言 所以我就是在PTT上面 基本上只要提到我 我一定会看到 那提到我正在推行的政策 我一定会看到 那也不止PTT 我前两天才去回了 那还有很多啦 就是DK上面有账号 所以大概就是你在网络的任何地方 只要提到我的名字 或我正在执行的政策 我如果觉得有贡献的话 我就会回应或者是资讯你 那然后这个是非常常见的 所以很多时候就是大家骂了 就是一大片可能一千字 那里面可能只有六七个字 它真的有建设性 那我就会突然冒出来 然后专门针对那六七个字 说那你请你来 你要不要提出这么具体的建言等等 那很快的过两天 这个就会变成政策 所以我大概就是透过这种 这个其实有一个名字叫 康宁罕定律 就是发明wiki的那个人 就是说你在网络上面 如果只是问一个问题的话 那大部分人都不理你 至少专家是不会理你 但是因为他们就是能够回答的地方太多了 但是如果你不是问一个问题 而是你就是回答一个错误的答案 你自己切换账号 然后对自己的问题 PO一个就是非常就是无厘头 或者是干脆就是错的 的一个答案的话 那所有专业的五楼都会跳出来 就是我们这边叫做打脸嘛 对不对 就是就会跳出来说 绝对不是这样子 是怎么样是怎么样 然后你就是这个就可以 一下子就可以看到 真正的专家怎么想事情 然后很快的他们的智慧 就变成你的集体智慧 所以大概当然不是说 我推行政策都是在钓鱼 绝对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我会在第一时间去看专业的五楼 怎么看这件事情 然后很快的就会联络上专业的五楼 然后这些专业的五楼 就会变成我们的就是工作的一部分 大概是这样子 好 那有第二个题面 就是心态有什么变化或者是成长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变化 就是我觉得不会再觉得好像 我们自己就是在台湾或者在行政员 或者是公务人员的创新 不好意思 的创新会受到什么样子的阻碍 我以前在民间的时候或刚进来当政委的时候 我脑里也是充满了说这个公部门很官僚啊 只有民间的新创才能够做创新的工作啊 或者是说这个即使是在公部门里面有好的点子 那如果长官不买单的话 那也是没有办法啊 或者是说我们都是要考虑到这个特别是关于选举啊 这个眼前的事情啊 比较能够比较能够做一些及时的回应 大概也就是限于比较小规模的吧等等 我想也不只是我啦 一般人如果没有当过公务员的话 大概在外面对于公务体系 就是有一种他比较保守 然后讲好听是比较可预测 那讲难听就是反应很慢的这样子一种既定影响 那但是我实际进公务体系之后就发现 完全不是这样 就我碰到的公交人员都是最创新的一群人 而且他们也充满了各种方法 假设长官不买单 立刻就结合民间的朋友上街抗议 然后长官就不得不买单 等等的这些做法超多的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并不是想象中的好像公务部门就是公务部门 其实公务部门跟社会部门跟经济部门 里面其实我们下了班也是乡民啊 对不对 的这样子的一种联系 其实在台湾本来就是非常蓬勃发展的 我在PTT的公务员版也潜水了非常久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这个能量是在那边 现在只是说你要给这个能量多大的舞台 所以后来我的工作大概都是 让体制里面的公务员 有点像slido的匿名提问题一样 就是他掌握在同一个空间 他一定不会举手发言嘛 这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你让他有个匿名提问题 而且像总统杯黑客松 就是他得了就是每年前五名的话 那总统颁奖给他嘛 那个奖杯是一个投影机 一打开就是总统颁奖给他的画面 所以就好像一个我们这边叫什么神主派 对一个意思就是说那你不管多么离经叛道的想法 那接下来就变成总统的政策了 那这个时候有的时候那时候提案的公务员才突然冒出来说 这个是我提的 那在此之前他就是一个民间什么协会啊 还是民间什么运动者啊 等等的这种地位这样子 那虽然我们看那个就是来提案的那个文字 就觉得说这一定是哪个科长 因为那个感觉是一种标凯体的气息 那但是总之就是我们有一个非常安全的创作的空间的时候 那他如果失败的话 那他没有风险 风险都算我的 但是如果他真的成功的话 那就成功了 他就他的career就此改变了 所以我想最大的我心态上的差别 就是说不是我拿外面的这一些什么设计思考啊 什么这个金石创业啊 什么东西想要去改变公部门的文化 我现在没有这种想法 我觉得公部门员本来就有一群非常创新的这种人 然后有非常强的这种文化 只是外面不知道 所以我的工作变成说确保外面知道 有这些内部的创新 然后让内部的创新的人 有一个安全的空间 可以去冒险 可以去做一些有风险的事情 反正除了问题算我的 大概是这样子 好 有九位朋友 为什么我们的投票跟上面不完全match 我们还是民主原则一下 十票的先 好 有十位朋友们问说 请教您睡前会做什么事情 我睡前会闭上眼睛 相信你也会 我没有长眼睛睡觉习惯 那 壁上眼睛对于通诊资讯有没有帮助 绝对是有帮助的 不然就是一直在吸收新的资讯进来 我没有什么仪式 真的 就是壁上眼睛就可以睡的这个情况 那很可能也是因为说 我在睡前大概会就是大规模的吸收资讯 相信很多人知道 我不管隔天要用到什么样子的material 我就是醒着的时间看不完的 我一律在睡前用可能两秒钟一夜的速度快速把它翻完 然后就是那种 如果有用过那种批次静止的影音机的话 就是说它先全部批次静止完嘛 然后你的元件你就可以拿走了 然后它慢慢在那边印 对不对 所以就是批次扫描机也是一样的概念 所以我就很早就发现说 我如果在脑里不要发出声音 然后也不要打断作者 不要做判断的话 那其实取得视觉讯号跟解译视觉讯号 其实是可以分开的在脑里面 所以我大概大部分时候就是 在睡前快速的把这些都看完 看完之后也不会去批评 也不会去想 事实上就是闭上眼睛 闭上眼睛之后瞬间就睡着了 然后睡着之后一醒来 确实里面的这些关键词 以及关键词中间的关系 在我脑里就有一个很完整的新制图会出现 但是我并不是过目不忘 我也要在这边强调一下 就是我只记得里面的关键词 跟它概念中间的关系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几乎只看电子书 因为如果没有全文检索的话 那脑里有这个mind map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因为你还是不记得它本来怎么写的 但是一旦有全文检索 那就可以模拟出好像过目不忘的这种感觉 因为你大概记得这里面两三个概念跟关键词是什么 那就书到用时随便找 你就赶快key进去 然后就全文检索就出来了 那就好像是过目不忘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大概都是透过这样的方式在看书 所以睡前大概就是扫描完之后 闭上眼睛大概就可以了 好的 有14位朋友们问说 是不是有考虑过短发的造型 有啊 事实上我还就是剃过光头 所以大概都有 还有一半是光的 另外一半是长发 这个也做过 那通常我都是直接走到这个发型设计师那边 然后就说随便你啊 你还怎么样怎么样 那剪成怎么样我都接受这样 那但是可能因为我入过之后 这个我都是去好剪裁了 有一家社会企业 那好剪裁几位设计师 我大概也都都有交手过 还在那边被hook洗头 Anyway 但我的意思是说 好剪裁设计师感觉上 对我有这个有一个人设 所以目前剪出来不管是卷的还是直的 还是上次这边有调染 但大家可能比较看不出来 但是Anyway 总之就是都还在就是比较 怎么讲有consistency 有前后一致性的这个范围里面 那所以如果哪一天我去好剪裁 然后碰到一个真的很夸张的设计师的话 那可能大家就会看到一个比较夸张的造型 但是在此之前 目前看起来还是有一定的一致性的 好 那有十二位朋友们问说 在现今无数的产业正在面临着转型 然后又有无数的产业 正在兴起跟没落 其实一向都是这样 那我们现在所接触到的职业 可能上一秒还在 下一秒就被迫消失了 然而时代在走 我们也要跟着走 然后书请问 在明年现在身为高一的我 便要进行分组的抉择 像哈勤文达成 你觉得未来哪些产业 自由潜力或者即将会是未来的趋势 就像我刚刚讲 你怎么选都没有什么差别 到最后自由度还是你的 尤其18岁以后就没有人管你了 这是一个 那第二个是说 我觉得大部分的产业 它的兴起跟没落 其实不是它想要达到那个价值 有什么改变 而是它达到价值的方法改变了 就好像说 以前computer这个字 讲的是做计算的人 以前printer这个字 讲的是做活字排版的人 就是印表师 列印师 就是排版工人等等 但是现在在英文里面 这两个字讲的都是机器了 computer printer一定都是机器 但是你说 没有人做数字分析吗 数据分析还是有 没有人做出版排版 还是有人 只是说 他们在做的事情 不会是像以前那样比较 当年只能人 但是现在可以机械性的 来做的事情 但是我们不会说好像出版产业消失了 或者是说我们不会说运算产业消失了 都没有这件事情 而是说如果你一开始学的时候是透过竞争力的这个framework去想说 那我心算朱算比别人都快 或者是说这个我排字的速度比别人都快 那确实当产业转型的时候 你会有很强的失落感 那但是如果你一开始追求的就是最后面的东西 就是能够寻证做出让大家讨论之后 就是按照证据按照实际的数据去做公共的生活的安排 或者是说就是你有一个值得散播的理念 那这个理念透过这个各种转据的方式 让不管是怎么样学习风格的人都能够一下子就了解等等 就是他最后对人的那个价值 如果你一开始是为了这个目的去进入这个产业的话 那中间不管经过多少波的自动化 那对你都是帮助 因为你在意的事情是最后的那个东西 而不是中间的那个东西 所以我会觉得大部分的时候 当你在学习一种技能的时候 尽量不要把它当作一种认同 把它当作一种经验 只要你把它当作一种经验 大概就不会觉得说好像被时代所淘汰 但是你如果把它当作一种认同 好像我就是工具人 没有人这样认同 但意思是这样 那这样子当真正的人形工具出现的时候 那你可能就会就是非常的不舒服 所以这是心态上面的一个调整 那我就召回人问这个问题 拍五倍券的宣传广告 是不是我个人自愿的 还是说就是迫于什么形式 不得不不然 其实应该这样想 这当然是我自愿的 但是那个就是 那叫什么鞋点吗 就是cult 靠片 这边好像要翻成靠片 靠片的这个风格是 我有看过剧本 但是因为某些作业的原因 就是前面有一个版本 那个版本是关于脑控的 那脑控的那个版本呢 后来他们说去年那个三倍券用过这个梗了 所以本来都已经写好的剧本 我也看完了什么东西 就全部丢掉 就是从头从来 那但是当有一个新的梗 就是唐红手的那个梗出现的时候呢 作业时间只剩我记得24小时 所以其实这是在一个就是几乎不可能做出 影片的时间里面做出来的影片 所以我想他想要达成的那个概念 我觉得有看到概念 那想要他想要达成的效果 就是大家尽可能的分享 甚至还有二创这些都达成了 但是如果你再多给他24小时做后织 我觉得品质会好很多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刚才的point是说 当年轻的公务的同仁 有一些创意或者想法的时候 那如果有风险的话 那由我来吸收这个风险 所以这支广告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就是到现在大家也不会知道 那些年轻同仁是谁 那但是 但是就是我吸收了全部的风险 但是我觉得往好处想 就是他有创造出很多的二创 那我觉得只要有二创出现 那就表示原创有节省到二创的成本 而且它变成一个 就是大家讨论的一个话题吧 它也是有一些欢乐的价值了 所以你问我这个如果时间这个 从头再来一次的话 我还会不会接受这个脚本 那我觉得我就会争取让他晚一点上线 然后尽可能就是让后织多一点力气做后织 然后再上线 可能只是多个一天 那都会就是效果会好很多 那但是你说是不是还要鼓励这个年轻的同仁创新 我觉得还是应该要鼓励他们创新了 不然就永远一直在用铝箔帽脑控的那个梗 用久了也是很腻 所以开发新的梗我觉得并不是一件坏事 好 那有14位朋友们问说 台湾教育一直被批评 说把学生培养成所谓的考试机器 而且给予学生的学习环境太过于有压力 事实上如果要想上众人眼中的顶大 那么成绩也是必须要顶标 虽然说学习历程的出发点很好 等于在就是高中阶段就不断的累积嘛 不用最后拼这个考试 但是却成为学生另外一个压力来源 因为本来只要集中的高三拼就好 现在变成随时都要拼 那所以这个兼顾课业的事情也必须要去想 所以怎么样看待这件事情 以及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法 解决方法很简单 就不要念大学 没有蓝尾 就没有蓝尾言 但是这个也不是完全开玩笑 就是在课发会的时候 只要有人问我 因为我是课发会委员 只要有人问我类似的问题 我一律建议不要念大学 而且我还会特别讲说 因为18岁又成年了 所以以前不念大学 家长可以怎么样 就是不让你去工作 但是现在就是按你自己签名就算数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对我来讲 要念顶大这件事情 从来不是我的人生志愿 我从来没有想过顶大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然后对我来讲 我是三四岁的时候 就已经蛮确定 就是当时我要研究的主题是什么 我当时要研究叫Swift Trust 就是为什么大家隔着荧幕 反而很快可以彼此推心致富 一起做很大的专案 为什么面对面反而很慢熟 会有彼此怀疑的情况 那但是也有隔着荧幕 为什么很容易彼此很熟的人就会吵架 然后就会变成是好像彼此非常不信任 那为什么面对面也比较不会有这种极端的状况 就是极端的信任极端的不信任 为什么会在网络上面发生 那这个是我大概十三四岁 最想研究的一个题目 对我脑里只要有这样子一个题目 那顶大与否跟我到底有什么关系 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我在意的就是说 全世界有哪些人正在研究类似的题目 他们的团队 我可以进得去吗 我写email他们会回吗 我如果做这个类似的空间 我怎么样确保说大家都会来用呢 等等 我脑里都是这些题目 那今天讲的这个可能就会是说 它是一个open research problem 就是大家都不知道怎么研究的一个 开放式的研究题目 所以当你脑里放这些题目的时候 我觉得顶标的成绩什么东西 那个感觉就是很外在的 就是跟你题目有关的 那当然就拿来用嘛 是一个资源 那但是跟你的题目无关的 那就随便啦 就是那些科目呢 我就考零分又怎么样呢 因为我比较想要探索的是这个嘛 我时间放在这个上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虽然没有就是去考高中 或者是念高中 但是我在开始做这个题目之后 我就发现国内有很多大学教授 或甚至国外很多大学教授 做这个题目 而且我发现 我写email他们都会回 因为他们就是研究伙伴嘛 从他们的角度来看 就是多了一个志工 我愿意帮他打砸 那这个何乐而不为 所以从他的角度来看 凡是就是赖在类似的研究的路径上面的 基本上不管年龄啦 都是都是朋友 所以你可能也要问说 那你拿到了这个鼎大的毕业证书之后 到底要拿他去换什么 那但是如果像我当时校长当时 国中校长跟我说 是换国外的 我特别想进的那个研究室的 博士后的那种资格 假设他是这样讲好了 那我就可以直接跟他说 没有我已经写email了 我已经在跟他们的博士后 一起做研究了 那所以显然中间这个绕道 是没有必要的 那大概也是因为 我一直抱持着这个看法 所以我一直觉得说 大学是用得到的时候才去 那去的时候 当然你可能是以学生的身份 但是也可以是一个校外的研究者 然后跟这边的研究团队 那甚至最后你是业师的身份 这些都是我觉得 很有弹性的各种身份 那所以在学习历程 我觉得就好像出社会之后 所谓的portfolio 就是你的作品集一样 他主要就是能够很快速地 让对方一下就知道 他在做的题目 跟你在做的题目 中间有什么重叠 有什么可以彼此互相帮忙 支援的地方 而不是说 好像你的价值是 有没有上所谓的鼎大来决定的 然后只是换鼎大的门票 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 所以其实我也了解 就是如果你一定是这样想 我也很难提供什么帮助 因为我从中学开始 就没有这样想过事情 好 那有Joyper问说 假讯息 谣言都非常多 不只影响个人 也影响社会 该怎么办 我觉得假讯息跟谣言 最影响社会的都是在 我们没有办法及时地去回应的这个情况 好比这样说假设你有一个朋友 那这个朋友你就是每隔两三天会 约出来打球 他当球 不是 anyway就是看电影或怎么样 那这样你听到关于这个人的谣言 或者是假讯息 那你不会相信他 事实上你会立刻去确认 就算他刚好在忙没空 那你们下次见面的时候 你就会跟他当面确认 他是一个很健康的一个就是人际关系 但是如果这个朋友 他就是每60天才回你一次信 而且你每一次写过去的东西 他都是只挑他想回答的回答 而且都是用标凯体那种方式回答的话 那你没有办法就是完全相信 他所讲的就是他实际的情况 而且时间真的太长了 所以在这60天里面就非常容易 有各种各样的误解会发生 那人家就是抹黑啊 造谣啊等等 你说不定就会相信 而且就算这个有research 有研究结果 就是就算过了7天 或者是14天或60天 他真的给你巨细迷 真的非常到位的这个答案 其实因为这已经定毛了嘛 在心里已经形成了既定印象 所以不但这个不一定会因此更相信 事实上说不定会激怒你 因为没有人想要放弃 自己已经认定到的这个事情 就是完全看一个人的牙亮的这个情况 但是无论如何 有时间真的拖太久 所以我们在就是防疫的过程里面 我们就很在意这个24小时的这个节奏 就是为什么每天下午两点钟 都要开记者会 然后都要用各种方式去转译嘛 包含图卡 可爱的柴犬的图片啊什么 就是确保说 只要在这24小时的时间里面 有任何谣言或者是假消息 那一定大家心里有个期待 就是隔天下午两点 记者一定会帮你问 那或者是你打给1922自己问 那这样子这个指挥官一开始 就会拿出手板 然后来回答关于这方面的谣言跟讯息等等 那当然之前就是特别疫情严峻的时候 甚至早上10点下午两点对不对 各回应一次 所以缩短这个回应的时间 而且不是逃避问题 而是记者只要问 那就回答 那记者没有问完 记者会不结束 就是问到宝 那我觉得这个是真正回应 假讯息跟谣言的方法 那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是指挥中心成员 所以我们一般人要怎么样子帮忙呢 我觉得可以加入很多像真的假的这样子的社群 我想已经有很多朋友知道这个社群 你知道到 你只要随便贴上什么东西 那它有一个类似简贴板嘛 你叫贴谣言的一部分 好像那个病毒的那个极蛋白还是什么东西 它的一小部分 那你就可以看到最近它 那这些关于这个关键字的谣言的起伏 那以及你就会看到里面R值特别高 就是正在go viral的这些谣言 那因为每一个社会每一天 其实只会有几个 可能各位数个谣言会go viral 因为每个人的认知评宽是有限的 所以你就是专门针对那些 去帮忙做事实查核 那你一旦做事实查核之后 不管是趋势科技的防诈达员 或者是台湾就是TFCC 就是台湾事实查核中心等等 所有这些都会收到 你在cofax这边的贡献 那这个贡献一旦他们收到之后 他们就会更进一步的用 可能调查报道啊 甚至写一长片啊等等的方式 来探索这件事情 所以你就既有比较短时间瞬间的回应 那你又有比较长时间 就让大家了解完整的脉络的这些事情 大概是这样 所以我会觉得就多加入 这一类fact checking的社群 那这些社群也常就是找一些 大的社会事件来办活动 像我记得之前在 总统三个候选人 政见发表跟就是彼此辩论的时候 那他们就有响应这个 一些应该公事吧 华视啊等等 办的那个及时事实查核的活动 所以就台上的候选 总统候选人一面在讲 然后社群里面的朋友就立刻 这个fact check他们 那甚至还拿录影回去 达成竹字稿 然后切成小段小段 然后我们就知道哪些候选人 讲的是事实上没有错误的 那也可以归纳出某位候选人 就是他讲的错误都是 其实他做的很多 但是他讲的稍微少一点 那其他也有某位候选人 就是他讲的都 就是比他实际做的多等等 那所以总之就是 他会对于候选人的性格吧 有比较完整的了解 应该是这样子说的 所以这个也是每个人都可以在所谓的媒体素养的这个学习里面 就是不是你自己学而已 而是说你学的过程可以去分享去贡献到社会上面 好那这个也是比较长的一个问题 有示威朋友们想要知道 从唐正伟对于学习与成就相关问题的回答 似乎很鼓励人以目标导向的方式 而且是以专案的方式来进行学习成长 但是在此之前 个人或许要先具备自主思考 以及自我觉察的能力 所以想请教您在青少年甚至孩童的时期 使您具备这样子的自主思考的特质的关键为何 是不是跟父亲具备哲学训练的背景有关 如果把哲学课程纳入课程的话 是不是只会演变像所谓中国文化教材 夏颖号这样子的填压教育 这是很直接的问题 我觉得应该这样讲 就是任何小孩都有自我觉察跟自主思考的能力 我们要问的是 大人的什么教育方式 慢慢剥夺掉他这样子的能力 如果有教过第一学习阶段 就是小学一年级二年级 或甚至是幼教的朋友的话 应该知道说 你不需要特别教小孩自己去探索他的环境 那个年龄的小孩 他没事就是探索他自己所在的环境 而且他会问十万个为什么 就是什么东西都可以问为什么的情况 所以我们要问的是说 在整个国教的阶段里面 是怎么样子 大家慢慢变成说 好像就是他会问一些 他知道老师才答得出来的问题才问 如果老师答不出来的问题 他就不问了 那或者是说他问的这个方式 可能就是他会觉得 会有同差压力 好像他问的如果太天马行空的问题 好像违反物理定律 其实违反物理定律会怎么样呢 不会怎么样啊 那就比较少问出说 那我们怎么做一台涌动机出来 等等的这样子的问题 好像随着年纪变大 好像也不太问了 那但是在我的这个社会创新实验中心 就是我的办公室 其实来找我聊这些社会创新的人 他们就是反向的被我鼓励 就是他们是成人 也有一些小孩 小孩当然是来问说什么 把太阳系做成带森球还是什么的 非常有趣的问题 那也有一些成人这个来问说 这个他发明了涌动机 要怎么样让他普及 或者是说他收到了外星人的讯息 然后要做一个大使馆 让外星人的飞碟可以降落 请问外交部里面 哪一个承办员负责这件事情 什么之类的 当然就是也有很多就是别的啦 我只是挑一些比较有创意的 来跟大家分享 对那但是 这些就是你要鼓励他 不是说鼓励他一定去建一个大使馆 而是说鼓励他去把他所想要做的部分里面 跟大家有共同价值的部分 好比像说不要只有国际观啊 要有星际观啊 要从太空看地球才不会被国界所影响啊 或者是说不管对方是哪个时区的人 我们现在也都是同舟共济啊 那甚至是我最后这个就是跟人视讯 sign off打招呼的时候 都会说live long and prosper 这个也是从就是科幻那边来的啊等等 所以就说这一位要帮外星人做大使馆 这位朋友跟我讨论的时候 我真的从中学习 就是有一些看事情的方法 可以在这里面去更进一步的推广啦 那而且另外一方面他也觉得说他有被了解 就是他其实是想要地球变得更好 他不是只是想要特定的国家 或者是他认识的特定的一些人变得更好的 但是牺牲其他人等等 所以你看这样听起来就非常永续 就是很棒嘛 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能够多引导小孩 往我刚刚的那种思路去想的话 那不管你把它叫做哲学训练 或者是把它叫做积极的聆听 或者是刚刚讲透过互动达到共好 你把它叫什么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但是我想就是他那种就是赤子之心 就是不受现有的解法所束缚的那种能力 那就可以从年纪小的时候 就一直保持到年纪比较大的时候 那即使是已经想法比较定型的大人 其实有时候你把它带到一个 他从来没有看过的一个情况下 好比像说我之前也常常分享 就是我如果要做什么艺术创作 即使是跟这个之前对这个没猜不熟悉的人 那我就会发一个 之前有发过一个VR眼镜 然后就是跟我一起创作的人 我们就都戴上 然后我们就突然间都跑到 瑞士的那个马特洪峰上面 然后就直接在那个高山的华山论间 然后就开始一起做创作 那其实这个视觉印象不需要停留很久 我记得当时我们也停了半小时而已 那但是因为没有人上过马特洪峰 那个非常需要体力 我应该实际上爬不上去 那所以对我们来讲是全新的一个 全新的一个场景 在那个场景里面 我们就好像回到小时候的这个状况 然后就不太受就是现有的这个空间 或者是想法的限制 那我们之前进行一些这些讨论 像我去2016吧 去法国跟像Susky Assassin 这些这个社会学家 讨论世界性的这些问题的时候 我也是先发一个VR 然后让它带上之后 我们就都去国际太空站 那大家在国际太空站 第一件做的事情就去看地球在哪里 这个每个人反应都一样很有意思 那所以我们就在那边去看地球 也持续没有多久 大概三四分钟 大家都进入一个好像脱离了这种国界的这种状态 那就可以开始去谈一些就是超国界的一些问题等等 所以就是设计一些互动设计一些空间 这些空间是让人摆脱现有的 他以前有过的任何的实体的经验 那这个时间也不用长 就是expose在那种就是在太空看地球的状态之后 那这种所谓的纵观效应 就可以让他进入一个比较像小孩子 可以不受既有的这些条条观光所限制的这些方式 然后去向新的专案的方向 或者观光的价值或者这些目标 所以不一定需要哲学训练 哲学训练是一条方式 那我刚刚讲的那一堆别的方式 都是很好的方法 那不管你掌握哪一个方法 而且你如果有意思要投入教育实务的话 那我觉得都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来重新引导出 就算你做的是终身教育 重新引导出像刚刚这位朋友在问题里面讲的 自主思考跟自我觉察的能力 这种方法其实是非常多的 也不需要受到我刚刚讲的限制 可以自己想到很多 那有十二朋友们问说 我们在各种工作面试当中 第一个看的就是学历 毕竟社会的看法还没有那么开放 大部分的人都认为学历就是能力 这样的话不上大学还是一种解决方法吗 毕竟我们都是普通人 都依照着社会给人的人生阶段走 大多数人都没有正为这样子的勇气 可能会睡得比较不够 好那我的意思是说 我觉得社会给的人生阶段 那个就是一个参考而已 绝大部分的人其实你不可能就是从头到尾 就是从登入到登出都按照社会给的剧本走了 大部分人会到某一个时间点上面 然后他说他找到他的志业 或者是说他这个决定开始为自己这个生活 或者什么之类就是大部分人会有这样子一个一个时间点 那这个时间点当然运气好的话 他发生在比较早的时候 那但是就算发生在比较不好的时候 也不过就是中年危机罢了 他还是可以就是现在大家平均余命都很长 所以还是可以有很完整的可能二三十年的事情 的时间来去做他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就是看那个点怎么样子碰到而已 那我觉得在大部分的尤其在台湾 大部分会把大学看作是一个很很舒服的 就是你在这边不管是你试着创业 那如果失败了那也不叫失败嘛 那就写一篇论文嘛 或者是说你如果在这边做一些什么社区服务 最后真的没有帮到社区 但没有关系嘛 因为就是高教生根嘛 这个USR给学弟没当经验什么之类 就是说实际上它是一个容错最大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并不是反对在大学里面去进行这些活动 我了解大学是容错最大的情况下进行这个活动 但是如果你完全不知道要做什么活动 就进入大学的话 那我会觉得说有一点可惜这个容错的空间 因为它本来可以就是你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 然后去试着怎么样的情况下 可以碰到足够的社会资源 让就是你跟大家一起做这件事情 但是如果进来的时候脑里完全没有特别想要什么 那到最后就是只能拿到一个学位啊 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并没有你很强的passion去说 或者不一定是passion 有些人是curiosity 去说那我碰到了这个之后 我愿意投入时间在这个上面去试一试 它会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我的整个point就是说 不是说不要上大学 而是说不要什么都不带着就进入大学 是先去找到一个在心里 有点像是萌芽中的那种research question 就是像我刚刚讲到为什么隔着网路 大家一下就彼此相信彼此不相信 那你如果能够很简短的用一句话 讲出哪些题目你觉得 你需要这个学术社群的支援 那我觉得在大学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也不一定要透过不上大学的方法来解决 但是如果你到就是高三毕业的时候 还没有在脑里面有这样子的探索的话 那确实真的可以考虑 就是先花一两年的时间 去找到这样子的一个一件事情 那找到了之后 你再进入大学的话 虽然乍看之下 好像得浪费一两年的时间 但是其实你在大学里面 才能真的很充分地来运用大学的资源 我自己碰到很多 他不管是转系 或者是说他一下子没有进入大学 他先准备给一两年的朋友 大概都目前没有人跟我说 他是他觉得浪费时间的 所以我只是说这是一个选项 不是说你非得怎么样不可 我了解 现在高中生还不是18岁就成年 还有一点点时间才会变成成年 好 那有13位朋友们问说 请问唐成伟是不是有休闲活动 那他比方说 打游戏 运动 看电影 逛街 放空 耍废 等等这些休闲活动 我主要的休闲活动就是在网路上面去 就是跟就是批评我 那或者是跟我人身攻击的朋友去互动 那这个是就是叫Troll Hugging 那Troll Hugging是我的休闲活动已经非常非常久的时间 而且坦白来讲 就是这真的给我很大的成就感 因为本来就是 就是如果会赞美我的人 他们会怎么赞美我 我大概都已经知道了 但是会攻击我的人 会怎么攻击我 我说真的没有什么想法 每一天醒来都会看到不同的新的攻击的方式 那所以我就会觉得说 这个预料的搜集 因为我是做计算语言学 就是做预料的搜集 那绝对是在就是比较比较冲 或者是说比较具有攻击性的那些地方 那我就可以一下子搜集到很多梗 非常多预料 那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当他们提出这些 就是具有冲击性或攻击性的这些意见 好比像说 之前大家可能也已经提过的 那个这个暴水软体难用到爆炸 那像这样子一个 大家可能有听过 就是一个叫做支援的设计师 那他就公开的po暴水软体难用到爆炸 底下就一片说这个财政部长要下台 关贸网路无能 什么之类之类 那但是就是 这些人为什么会花这么多时间 去进行人身攻击 当然是因为暴水让他们很痛苦 不当然因为暴水本来就不是很舒服 我的意思是说爆炸的过程让他们很痛苦 那这个时候当我们一下子就邀请他们说 好那不管大家给我们财政部多少批评指教 请大家下个礼拜直接来看直播或干脆到财政部 我们一起来设计出明年的爆炸软体 那这个时候这个成就感就是非常高的 就是这些人他还在很不舒服的状态的时候 好像突然间不是顾客在那边说菜炒的不好吃 而是说那你进厨房嘛 我们一起来炒菜 把这个炒架变成炒菜的这种能力 那但是他一进厨房之后就会发现说 那这件事情 其实他真的可以跳脱本来的那个框架 因为本来报税的那一套软体是一直都不变的 大家是求稳定 但是大家随着时间随着成功 已经有不同的想象 好比想说大家都不想要读卡机 大家都想要直接输入手机号码就可以认证 大家希望能够到便利商店取得小白单 扫一下就可以报税等等 就有很多新的想法 那大部分的想法 他当然不可能一写下来2017 2018年就实作 但是我们到2019 2020确实也都实作了 那实作到某个程度的时候 其实大家就发现说 当初那个抗议啊那个吵架等等 其实就是大家不打不相识嘛 那很多这些提案的像组织员 现在就变成财政部也好 其他机关也好 凡是讲到服务设计 第一个就想到组织员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当然我不是说他是trull 但是我的意思说 他用了一些比较激动的字眼 比较激烈的字眼 那也是让我们知道 他对这件事在意的程度 所以我只要在最短的时间里面 把他邀来说 那你行你来的话 那这样子的话 他共创出来的能量也是最大的 比起说去就是指挥说 那这个政府做得都很好啊 我们就按赞啊 的朋友来讲 就是说真的做得都很烂 我们就按倒赞的这些朋友 其实他们的创意啊 其实常常才是最有动机去发挥的 所以这个是我的休闲活动 其实看起来好像跟工作 没有什么两样 Anyway好 但总之这是我的休闲活动 就是整天去找这些批评指教的朋友 然后试着把它转换成创作的能量 那有13位朋友们问说 我国警察职场保守迂服 虽然时常透过媒体提升人民对警察的好感度 也不止媒体 还有自媒体啊 还会经营粉丝专业很多嘛 但是过去这一年来出现多起警察执法弊端的大事件 那行政员有没有可能透过数位或者开放的方法 来改善这个警戒的漏息 我们之前确实在Join平台上面 有一些关于这个的提案 那这个提案当然一方面是关于就是警戒 尤其是考机相关的 这个如果到Join平台打 这个警察考机怎么可以找到一些 那另外一些是在讲说 那警察本身的工作权益 因为有的时候 他是在一个工作权益被剥夺的这个情况下 然后他自己的工作状态或者是环境就很不好 那他当然就比较少的时间会花在说 那我想一下我在我的工作上怎么样子确保说 建立一些客场客酒的制度等等 因为他光是应付就是 报干的那些事情都应付不完了等等 所以很多都是结构性的啦 那也不是只有在警察跟消防员 就是有类似的情况 但警察跟消防员这方面的倡议是最多的 所以如果去找警察及消防员的话 那在Join平台上面也可以看到很多的提案 那有一些提案他真的是有造成改变 那有一些提案 比方说关于工会方面的或全面性的公务人员组工会 这个诉求目前就还在各方政治角力当中 这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那但是我觉得只要足够多人把它提出来 就好像那个吹哨者一样 足够多人把它公开的提出来 然后变成一个好像大家都难以忽视的事情的话 那至少从行政院的角度来看 我们就可以一直都可以邀请到 愿意提出更好的制度跟想法的人 而不是变成说好像他埋在那边 然后变成说都不知道 因为大家也不敢讲等等 所以我觉得有兴趣的话 可以看Join平台 这个绝对是Join平台上面最active的事情之一啦 那如果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参与联署 或者是提出就是更好的解决方案 我都会非常的感谢 好那有事物的朋友们问说 等一下是不是可以跟我合照 应该是可以吧 所以我们是不是就回答完这个问题跟下一个 然后我们就留一些时间做合照 我看已经有人在点头了 所以感觉上应该是有免疫基础的 好那我们就回答完这个问题 然后回答下一个 然后我们就暂时收起来了 最后一个问题 这位要出现事物一定很多 我请问每天的代办事项清单有多少个 一般每天大概 从早上七点到晚上七点 也就是14个番茄中 扣掉中午大概12个吧 大概每天都是10到12个左右的代办事项 一个代办事项最久会停留多久 会停留半小时 那怎么样安排才能够变成时间管理大事 就是多用番茄中 除了番茄中之外 我还有用GTD 就是Getting Things Done 那是用OmniFocus 但是不需要特别挑这套软体 有非常多类似做GTD的 那另外不只是短期啦 中期长期的目标 都是怎么样子规划 我的工作其实并没有什么 任何中期或者长期的所谓目标 但是我有中期跟长期想要培养的一些价值 好比像说刚刚讲开门造句你醒你来 想到说大部分的以前的公务员听到几千人在网络上连数 他脑里马上就是工厅会被翻桌 立法院被占领等等的这种报名的这种想象 那但是现在就是大部分的公务员这么六年下来五六年下来 脑里都不是那个报名就是很暴躁的人民 而是报名就是大家都报名要参加工作 然后一起来改善这个报线软体 就是大家对于在网路上面大家群情激愤的那种状态 那现在不但是适应了而且已经变成伙伴关系变共创的关系 所以像这些就是怎么样子最大化隔着网路 人跟人之间快速的彼此信 而且可以一起做一些事情出来 这个今天好像是这个是主题吗 就是从我十三四岁的研究的题目 那到现在其实也就是大家继续纳税 然后让我继续研究这个题目而已 所以这个来讲是非常长期的 但是具体来讲就是要共创怎么样子的事情 那就是疫情来了 那就是处理疫情相关的事情 没有疫情的时候 看现在社会对哪些事情最聚焦 那我们在最聚焦那些事情上面 尽可能去多做出一些共创 然后达到就是民主神话 国际连结啊 这些大概都是共同的价值 大概是这样子规划的 好那今天就先讲到这边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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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